Hello大家好,這是Nexus 今天要看一下這個題目 題目是寫 我寫什麼? 電競,如果你想要去電競 小挑戰電競不能講一定 這樣子講一定對一些人不太公平 如果你有天賦 然後你覺得你 自己很有年輕的選手 自己是年輕的嘛 那我這邊定義的年輕 可能18歲吧 就你可能大概18歲之間 再高一點點啊,那時候大概高中吧 高中,對啊 大概高中大學之類的 好,那這個年紀的話,你想要 做成為電競選手 而且我講的是真的,認真的 就是你想要認真 你想要加入電競這一塊 那我講的就是FPS的部分 好,讓大家看一下 嗯 那講 因為也不知道要講 因為講電競的話,我自己最熟悉的就是FPS 那我自己超過 多少年?20年了吧 應該快20年了 那在電競的行業而言 年紀很直立完全不是一件事情 年紀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你會遇到一個18歲的電競選手打敗一個 隨便拉出來 隨便拉出來就能夠打敗一個40歲的人 因為人的 人的那個那個叫什麼 反應神經嘛 就是如果你回去那個國中嘛 國中的部分的話 然後有那個做那個 抓齒的動作 那抓齒這個動作 那抓齒這個動作 要錄到音 那抓齒的這個動作 它就是做你的反應神經 那這個 這個東西是誰的年紀會逐漸的衰退 你的反應神經會越來越慢 所以 最年輕的人當然是最年輕 最年輕 最適合做這個動作 那FPS的部分你要注意 如果你想要的話 那第一個標配就是 CESGO嘛 現在變CES2了 然後現在還有Apex啊 Hair Volager 我不知道有沒有年代 我沒玩過那一個 但我覺得它 它是一個競技的FPS很重要的項目 是說如果你是做FPS 你就多找幾個遊戲 多找相關的FPS 不用限制說只打哪一個項目 因為我不知道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有的人會有一個不同的做法 那你的 那如果你這個做法 你的練習方式 然後每個人還有不同的項目 你進的 有的打進的 有的打散彈江 有的打打步槍 然後有的人是聚集嘛 那有這幾個東西去做分配 因為有些 也都有不同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開始今天的主題嘛 給關於想要進入電競的人的一個 我不能稱得上克爾 但是我會說是一個引導 那我並不是電競選手 我希望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講這個東西 那我用講的這個定位是說 以我自己長時間的 長時間的練習FPS以及玩這個東西 然後跟大家講這個 然後對不對 這樣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用FTF2 那只是因為我沒錢而已 因為我現在很 我現在出社會了 我要該死 我要養活自己 所以我 不能再花那麼多錢 再去買新的FPS遊戲 所以Battlefield啊 什麼 山地風雲啊 什麼我都不能玩 因為太貴了 好 然後講完很不爽的地方 好 來可以看一下 FPS的項目 他有幾個點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他會說 瞄準 他會說瞄準 有什麼好練習的 來看一下 瞄準的部分的話 他基本上 瞄準的部分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 狙擊 狙擊就是 瞄準 那他的有一般的就是點 有分兩種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直接瞄準 直接瞄準 沒問題 第二個是預判 預判是什麼 譬如說他在你很 譬如說你是散彈槍 那要在你面前移動 會是很近的地方 那他當然會比較 幅度會比較大 所以散彈槍就要 預判對面的速度 你要預判對面的動量 動量 我這邊用動量比較做一個 動量這個 就是一個比例 我講這個不是說 不是說 你一定會對 他動量是說 你譬如說你架一個槍 然後往旁邊滑 那這又一個動作 那你的開槍時 你要預期 對方的頭身體 會滑到你要 match的那個點 那這個東西很難去解釋 但是你就簡單來講 就是一種滑動的動作 你稍微 可以滑動出很強力的 就是 滑動成功的話 你能夠 就狙擊啦 就狙到頭了 就狙到身體了這樣子 所以你對這個多練習的話 你的準度自然而來 就會往上升 好 然後走位的部分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所謂的強 那我看一下 算 沒關係我把整個東西 講一講 講一講 講之後 然後大家給他看一下 因為我這個要重新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要怎麼開 走位的部分的話 會有一個東西是說 你要在團隊中去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 譬如說中間或衝前面 衝前面 衝中間 衝後路 都不一樣 你的 你的定位 以及你的打法 都要改 那這個大概直接挑到下一個 會比較直接來 好 那我們就來一些講法嘛 譬如說 輕武器 散彈槍 步槍狙擊 你會怎麼去分配嗎 那東西就會嗎 近嗎 遠 近遠 這樣子做一個分配的動作 輕武器的時候是情況 比如說 小 就是一開始 第一 CSD 一個回合 The first round 拿那個 拿那個 小槍 Pistol 所以輕武器 散彈 進 步槍 中線 然後還有 還有一些什麼 譬如說 UMP之類的 然後 狙擊嘛 後線沒有問題 那了解地圖位置嘛 還有一些其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譬如說 用這個 走位的部分的話 像這樣 我看一個點 再一個點 再一個打一打 那 大部隊往右邊走 那我這邊 我要去 一個自己的 如果用自己打法的話 那我當然是往旁邊 往左邊去騷擾 因為那個 當然我做這個行為 然後被弄掉了 那做這個東西的話 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 要有自己那個 分配你要怎麼去 跑的那個地方嘛 那因為像是 如果是CS CS2 他其實 五個人而已嘛 所以 你如果掛的話 就很麻煩 不 你如果 如果要去分配 防守是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要左邊 我右邊嘛 五個人嘛 比如說 比如說 212啊 什麼 41啊 然後看你的做法 那 212就是說 我兩個兩個抓 各抓 比如說防守 在拆炸彈的時候 左右左右左右 左右防守 然後一個人 一個人通常而言 是狙擊 狙擊會處理這個東西 那我這個部分 真的覺得沒有什麼 我 好 看一下 真的很久沒有 然後 41的話 我有看過 有人打這個比賽 就是說 四個人 然後一個人 再跑另外一邊 可能狙擊 用AWP架 用AWP架 那個位子 然後讓四個硬扛 然後四個人去走左線 然後 會有再分 兩個三個人 出去再去推一次 好 那講這種分配 你就會知道 來 第三個點 了解地圖 你哪些地圖可以 哪顆東西可以躲 哪些 哪些東西可以躲 那 基本上 因為地圖很好 地圖已經玩太久 太多人會了 所以 很多個有名的點 Dust Dust 之類的 那個點你一定要記 因為你那個一定會架 他就那幾個點可以架啊 就玩那麼久了 CS 這麼久的遊戲了 好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 躲一個 然後像 如果 為什麼要用TF 那TF2我現在嘛 我現在架一個點嘛 那我現在利用自己的位置 把對方撐住 有沒有 那現在這個位置就是 我沒有進去打喔 Pilot的這個打法在TF裡面 有很多人是按住 然後衝進去 按住衝進去 動作 我一個人 站在最中心點 所以如果我硬衝 馬上就死了 就沒意義 那我的家做法是什麼 噴 噴噴退 噴噴退 我現在噴有沒有 像我現在有沒有 進來的時候我就噴 那他們過來就會受到傷害 那 有看到那個 剛剛那個馬上那個 血已經被撐到那個 久一久 就這樣子啦 好 那這個就是一些 講那個東西 那 因為我要 錄CS2 我要再去架 然後我又很久沒完了 要重新再練習 然後再練一陣子之後 再回來講 那個可能都 一兩個月過去了 就是因為這個 真的練習就是很累 而且還要工作 所以我覺得 就不太用這個東西 好 那講了這些 關於進電機的部分 然後最後的 就是做一些簡單的 the ice the ice on the cake 就是說 在那個 在那個蛋糕上面 那個蛋糕上面的裝飾點 好 預判 就是做一個 動作 他 我講不太廢話 但是 狙擊喔 狙擊 如果你不會預判 你 會死得很慘 因為 很多人都認為狙擊是 看到眼睛開槍 這一點是錯的 並沒有那樣子意思 只要你打狙擊 你打久了 你都會知道 那個點在哪裡 就是說 因為能躲的地方不多 能躲的地方真的不多 你知道的就是那幾個點 所以 身為狙擊手 你的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你 好 比如說這樣 這樣子 這一個東西 你現在 等一下喔 這樣子 好 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嗎 你會很明顯嗎 這個 有一個人了 這個已經有一個人了 所以你不用去想 你不用去看地圖 你不用去想 你直接走過去 開就對了 開就對了 再一次 開就對了 再一次 來 它這個東西位置在哪裡 這邊嗎 開就對了 抓位置 開下去 對 滑過去 手就滑過去就好了 你不用想 你不用思考 你不用任何的技術 你不用什麼東西 就是練習就對了 滑過去就對了 誤判 預判是你 狙擊要贏 就是預判 最會 最強的人 不是天生的 不是天生的 它是 它是 祭地圖 加上預判兩個東西 祭地圖 就是知道你地圖的狀況 預判 就是你要 掃 把你的那個 掃到那個 位置 它就是 強的人 強的人都是因為 做這個東西 練習 做基圖練習 然後在電機中 打得很好 是因為它已經 知道了這些 去用給 用給你們東西 那刀砂也是同樣的道理 你會在對方的 譬如說對方躲很多 看一下 好 下面這個點 有這邊的一個點 人如果躲在這裡面 可能 可能你知道 你去拿刀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好 那最後來給一下 對於想要進入電機的人 你的是 第一個是年齡 越年輕越好 好 然後年紀的部分 項目 好 項目 項目你 好 種子選手 好 種子選手 好 這個都是這個部分的話 就分為年齡 然後我先面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好 那已經講過了年齡 然後就是越年輕越好 然後因為反應神經好 訓練起來 它的成果好 總之選手的部分是說 你的未來的發展 因為你現在 那 比如說 比如說 APEX CSGO 現在變成 CSGO 就變成CS2 那名字改了 其實我不知道 到底兩個有改什麼東西 然後 那很多個地方是說沒有獎金 我覺得問題是在於沒有錢 因為你年輕沒有關係 但是 年輕沒有關係 家裡可以靠 但是如果你老了 你出社會了 你那個壓力就會出來 是說 我要不要 我要怎麼辦 因為我 我如果都 都沒有收入 我沒有辦法負擔家庭的收 家庭的支出 我沒有辦法 結婚生小孩之類的 職業選手就是簽約 簽約 那如果你可以做到 你 如果你可以做到職業選手 好 那至少五六年的時間 你不用擔心 你就專心好好打你的比賽 讓你的比賽成績打起來 退役的部分的話 退役 那就 其實跟你沒有關係了 跟大部分人都沒有關係了 如果你不是職業選手的話 你不用想要退役這一點 好 如果你要想要電競選手的話 你每一天都必須練個 我不知道欸 有些人說十個小時啊 但我覺得 要有一個固定的手感 所以六個小時吧 可能六個小時以上 然後 不一定只有你的玩這個遊戲 你可以玩一些別的遊戲 但因為你要做一個壓力測試 就是做這一個 回到這個點的話 來看一下 好 你的角色的定位 你是哪一種 那這個 有些人會比較 手槍 因為手槍是因為 手槍有點弱 不過如果你會的話 可能可以做一些特別的做法 散彈嘛 近距離的啊 打進的嘛 那 有很多啦 以後再看看 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樣的打法 可以做一個定位 可以做一種延伸 好 那就要講到這個地方 好